我们来介绍填满控点的操作 我们先从网站 将范例档打开 这个是要做一个 功课表 那功课表呢 我们 都还没开始,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填满控点的 长的什么样子 就是 比如说在一个储存格在选取的时候 在 右下角的小黑点 或者做大范围的选取也可以 它就是 一个小黑点在右下角 当滑鼠游标移靠近的时候 会呈现白色十字 这叫填满控点 好 我们现在将滑鼠 游标移到 1的位置 这是V3的坐标 好 移到天门控点 压住滑鼠左键 往右拖翼 到5就可以了 这代表说我是 一个礼拜呢有5天 同样的方式 我要做结束 点到1的位置 点到1的位置往下拉 1天呢有7节克 好 我们这个的话呢 就是填满控点 那 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做这样自动来产生 我们以后会讲 但是要了解说是填满控点的 使用 我正在说是填满控点的 我来说是填满车 不然是填满车 这些设计 也会说是填满车 是填满车 感谢观看